积极在各领域的社福单位 执行为期将近半年的方案实习 而学生以期许可满足服务个人 家庭及社会三层面需求 透过方案的执行及设计 参与2018年全国科技大学 社会工作系方案设计 与执行竞赛口头发表荣耀夺冠 其他项目成绩也相当亮眼 不仅发挥平日所学 也能在未来实际运用在机构当中 那这个社区服务把他们的成果 跟他们的经验 那提供出来给大家参考 那得到了名字 我相信对我们的社工系的同学 不管他未来的工作如何 我相信这个都很难得的一个经验 我觉得这个对同学来讲 对我们这个社会工作系来讲 对我们学校来讲 都是一个大家都觉得非常好的一个 这个算是说双赢的策略 在这个规惑方案的过程当中 我们有接触到很多一些 可能就是身上者的一些认知 或者身上者一些的跟他们相处的一些东西 这些在课堂外的就是这些体验 都是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的难得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在跟身上者他们相处的当中 从他们给我们的回馈 还有就是他们给予我们的一些感谢 或者一些温度的话语 他们这些东西都可以成为我们日后 在社工界里面一个很好的一个动力 匹克大社工系透过方案实习获一两多 除了以课堂所学的理论为基础架构 发展出适合的系列活动 为服务对象创造更多幸福感外 此次获奖的重要关键 就是学校特别致录的纪录片训练 更能让大众了解社工在做什么 这次的得奖 其实我觉得除了我们平常的努力之外 这个荣耀是要归给学生 因为我们的学生 我们社工系是从2000年创世到现在 从2000年开始 我们学生都一直到社区去做服务 那我们有很好的志工队 在比赛的过程中 我觉得他们可能得奖的一个关键 除了一般的台风稳健 或是把他真正的服务呈现以外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他们有受过我们 平克大社工系特殊的一个 我们称为是纪录片的训练 让所有的这一个评审 能够融入在那个情境中 知道说他们在服务什么 那在拍摄影片的部分 其实我们会有遇到一些困难 那我们会担心说去 就是受到拍摄者的情绪的影响 然后也担心我们 他有情绪的时候 我们是否就是需要继续拍摄 这种问题 对 那我们会希望 我们会希望可以用纪录片的方式呈现 是希望我们可以让社会大众 看到社工在做什么 也希望社工可以不仅止于文字的记录 可以用影像带给大家 就是让我们让大家可以看到 个案的转变 以及我们在服务过程中的成长 此次的荣耀获奖 不仅是肯定学生参与机构实习 所付出的心力及努力 也能透过纪录片 让更多人看见个案故事 以及社工的辛苦及成长 学生也能在未来的社会服务工作上 更有动力及成就感 评论是不停张志豪采访报道